在美国学校里呢,一般老师过生日,孩子都会选一个礼物送给老师 咱们来看看孩子都会选个什么礼物送给老师呢 现在呢,我们来到了这个沃尔玛超市 首先呢,选的第一个就是一束花 有的孩子呢,会选择在自己家院子里摘 但是其实还是超市里的这个漂亮嘛 这个是第一个啊 孩子会选一个非常漂亮的花给老师 接下来呢,就是第二个了 第二个是什么呢 孩子呢,通常会写一张贺卡给老师 也就是说祝老师生日快乐 在这里呢,我们也可以找到这种贺卡 其实老师更鼓励呢,孩子自己去做一张贺卡 然后用纸画一个贺卡给老师 这样的话会更好 一般来说呢,有这两个就够了 但是有的孩子呢,会为了感谢老师 会给老师准备一个gift card 比如说呢,请老师喝两杯咖啡 看一场电影,类似的这种 送这个呢,要特别注意 一定要在25块以内 这个呢,通常都是有规定的 我记得以前我小时候给老师送过书 还给老师送过围巾之类的 你和孩子在过生日的时候会给老师送什么呢 欢迎留言,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次接着聊